洗一下 氣場 炸翻 炸翻 我在奇謀天下是 屬國人啊 OMG 今天我們要來好玩遊戲的環節呢 就是要來介紹一款新的 三國之奇謀天下啦 這個三國之奇謀天下是一款就是 以三國戰爭為題材的SLG 就是跨國策略手遊 然後這個就是射風格設定在 就是三國的冷兵器時代 在遊戲裡面啊 不管是地形啊 或是行軍的方式 都非常的真實的重現這個三戰的場景 那另外呢 你剛進伺服器的話 也會有個登錄的福利 那因為現在遊戲剛開服嘛 所以登錄的遊戲就可以拿到免費的孫上香 然後還有黑管宇的造型 那另外呢就是官方非常佛心喔 定遊戲完還送200抽 你要止過一些任務呢 還有獲得金餅啊 那金餅呢就是拿來抽武將的壁紙 現在呢我們現在都處於新手期 我現在目前的進度是到 第六章的階段 其實他的主線任務就是 會尋一漸進的這樣 那我們這邊就是直接照他的主線去跑就OK了 就會挺順暢的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之後呢 其實他都有給一些就是小獎勵 所以你前期其實在新手發育的時候 就是不太需要擔心說 你的資源不太夠 OK 那我們去完成下一個 擔領二級以上的土地八塊 我現在是五塊喔 所以二級以上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非常方便的是他會在這邊標出說 他的土地的等級 還有他土地的資源是什麼 那我這邊也可以去偵查一下 我們這邊偵查完一個土地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敵軍的資訊 然後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可以擬戰 就比如說 欸 對方的這樣配置是怎麼樣 那我要怎麼去調我的位置 然後這邊有寫一個克制 就是我這邊克到他了嗎 所以我不管是前或是後都OK這樣 那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遊戲裡面有三種的不同的兵 分別是有祭兵嘛 然後跟槍兵還有弓兵 那這邊就會有這個 兵種克制的這個圖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進行擬戰 他這邊推算出來我們這裡勝利了 然後就 喔 我們好像就是穩了喔 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發動攻擊喔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攻擊完直接回塵 那他會行軍完之後 戰鬥結束之後 我剛才勾完回塵之後 他自己自行就會回塵啦 非常的簡單易懂 然後跟大家說一個就是 基本的觀念就是 資源要交換 那資源要越換越好 所以你的一開始就是 你要記得 你也要換地 你就要就是去換 一級地啊二級地 然後把你的空地一些放掉 因為其實你的領地值是會有上限的 那我就是要去把我的領地值 就是發揮到一個最高的部分 我才可以獲得就是資源量是最多的 根據以往的慣例喔 這邊是習慣呢 先抽個武將 然後再開始玩 有沒有 來來來 我們就抽櫻彩這包 啊我們也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終於孫錢 孫錢 孫錢 欸聊天室你們很吵欸 好啊沒心態啦 好 來抽啊 我們先50抽看看好了 按10次嘛 第一次5抽來 獲得的 我真的不用多說了 真的 第一個5抽我直接姦瑋啊 好第二次喔 第二次 四次 歸成者 Oh My God 剛剛那位 穆 Där說好不好抽的 你有看到嗎 第15抽見真章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剛才已經獲得了那個兩金 我就想必今天的抽卡 其實非常值得的 然後第四次 太太太 炸飯 我在其謀天下是 屬國人啊 4抽3金4支3 所以5支4嗎 5支4 我今天太誇張了 等一下我雞皮疙瘩了 等一下我按幾次我又忘記了啦 所以我是5支4 那第6次呢呢呢 抽太多也是會怕的 第7次 三兄弟會會會 第8次我們這邊 洗一下氣場 來 來 欸 小孫當大意 出去 4 5抽5金 欸所以我現在要按最後一抽對吧 好最後一抽 那個 參考一下喔 我剛剛那個50抽的部分是5金喔 哇我現在有個新的隊伍可以配了 耶 另外呢就是在 三國之奇謀天下這款遊戲呢也是採取這個賽季的輪迴制 然後你可以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啊進行劇本的選擇 然後感覺可以讓大家就好像生力其進一樣 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個我們最終的目標呢 就是從你的出生州打進資源州 最後再就是進攻這個 終極大成洛陽 洛陽爭霸 對吧 有聽過吧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這一款遊戲呢是 全球共服可以跨國征戰 像是韓國人或是東南亞人 這都有機會遇到的 這都有機會遇到的 所以這個我們不能輸 然後我前面新手期有個新手期的保護 就是有你的層齒免戰 然後前期的部隊修整的時間也是減少 然後還有新手期的那個武將的經驗交換 這個很重要比如說就是 我現在抽到關羽他這麼低等呢 我又不想去練等 你又可以選擇一個比他高等的武將 但是你交換過去的同時就是他的體力也會同等的交換過去 這是你們要考量的範圍裡面 每天呢可以進行免費的交換四次 這個對前面的新手期 就我覺得很友善 然後如果你的勢力值達標之後 還會有就是功能的開啟喔 這些我就不一一唸出來給大家聽了 然後我有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前期武將的推薦 如果你有周台的話 就可以組個焊槍 因為前面的資源有限嘛 所以可以利用前期這些系統送的銅币來抽取這個武將 我真的想說欸我把這個五次抽完 因為我好像剛好有這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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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稍微 我阿阿G 概率獲得城市武將 我們這邊 來 我們這個信物 沒事 趨速好像可以抽一下 如果有馬鈴的話更好吧 試試看好了欸 欸! OK 沒事 我們可以再一次 Again Again 來 這一次有了 我剛許願許素欸 突然間抽到許素了 好像也不知道要抽誰 再來馬抽吧 馬抽都可以吧 10抽 15抽 20抽 25 30 沒關係好像也可以 再購買一下 我們再出一個金 再一個金我們 好吧 我們這邊這樣子收手好了 呼一下他理性課金 你們9點的 靈儀會進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 靈儀的部分喔 我們好像準備中喔 我們還有倒數6分鐘 然後在這6分鐘的話 出身一下這個亂兵兩手 哎呀馬上的大勝啦 那真是太棒了我的天 我們這邊可以回放一下 我跟你講他們這個 打鬥畫面 我覺得很好看 但你看諸葛頂超奶 他一直在這邊奶 一直奶一直奶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碾壓的勝利啊 所以有點快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有盟這邊有一個 小小戰役的圖案 然後我們看一下發生什麼事了 目前呢在前移這裡的關口呢 已經發生了進攻啊 然後看到戰狀況是相當的激烈 現在目前剩下20隊 然後現在目前他們開戰的時間是過了 大概1分40秒左右喔 如果首戰獎勵的話 那我們有盟可以拿到100金餅跟銅幣啊 目前呢戰狀況剩下14隊 很顯然這個勝券在握啊 啊 要攻下了 要攻下了 恭喜友盟 其實阿豬 喜悅們 成功 通關 恭喜 今天呢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呢 9點會有一個工程的環節 所以歡迎大家來 共襄盛舉一下我們的這個工程環節 那我們在等這個9點的時間呢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先來抽一下好了 我看像今天大家都抽到司馬懿很誇張欸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司馬懿之路 OK 同切 所以我們必須成功 4位 4位 q 8位 8位 5位 1位 可以啦 15抽 撕 不是欸我還沒有撕出來欸 撕滿意 撕 想偉是妹子嗎 嗯 我不太確定欸 升星了啦 升星了各位 撕 撕 撕 哇他看起來很自信欸 好再按兩次 先單抽一下好了 嚇死我了 OK 10抽 現地你先不要這樣 我跟你說你先 喔 好好好沒事沒事這樣OK OK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 喔我還可以再按一次是吧 嗯10抽啊不給各位 司馬 好吧 沒有司馬1啊 欸為什麼你們都可以裝司馬啊 很奇怪欸 OK 通城啊 剛好在這個 9點整 欸這邊有人偷跑 OK 現在30連勝了 我們現在曹操都在10秒抵達戰場 Nice 我們看一下這個誠實啊 OK現在已經就是 已經把全部都撞掉了 所以 應該是 OK這邊 車上了 車上去 開始敲城房啊 人超多的 工程就是這麼的壯觀欸 你看像這塊 喔 突然就在我們剛才講解的瞬間呢這裡 來踢他 比如洗二門玩家 萬眾一心 攻克城池 英靈 天下統一 指日可待 獲得兩百金餅額 你們又可以抽了 說不定我們工完成就是 要抽到司馬懿了 我不信欸 工完成抽到司馬懿了 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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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最後兩抽 來了 吃 吃董卓 我再按一次 我不行了 那我們 一樣 下一半也會有就是 三國之奇謀天下的 時間 然後大家記得準時收看欄 那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用藍色連結下載 現在雙平台都可以下載 那另外你用電腦版玩 也是可以用模擬器去載的喔 現在因為剛開服不久啊 就很多活動可以參加 然後目前呢 新的活動是這個 三寶佛 然後是每天登入遊戲 就可以領取的這個獎勵 然後 這邊有很多獎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啦 我們差不多都來把這個 這個起主播要 交往給棚內棚祖國了 各位 感謝大家支援 掰掰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留言讓我知道喔